取商第二章 富貴的女鬼 對他好像說那個算是一個蠻富貴的 就是 蠻顯貴 的女人 身穿紅衣 被鎖在千年墳墓底下 誰?誰在那裡? 林某啦 巧兒睡著了 你老婆叫巧兒是不是 飄走了 好我們要跟上 歐唷幹 李老師 誰? 你們不能選擇一個地方飄嗎? 他現在是想把我引去別的地方 看起來是說的沒錯 真的要跟他嗎? 你有得選擇嗎? 我就問你吧 你有得選擇嗎? 人家都想跟你動房了 你說呢? 對勒人家擺明了 一股進風奪門而入 催得我只發抖 對不對? 人家擺明想要跟你動房了 你還能拒絕嗎? 接受他的好意吧 走出房門時頭就有結婚了 那女人走在前面輕飄飄的 走路時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而且你沒聽過一句話嗎? 只要膽子大 女鬼放成家 好不好? 不要跟我講什麼 那什麼女鬼 這個時候你要做的事情什麼 幹 幹到底就對了 幹到連鬼都怕 你只要幹到連鬼都怕 你就贏了 你就不用怕這個鬼會對你做什麼 好不好 那個 那個 師哥 我有想講帥哥 那個師哥給你是一個建議 我給你的建議 是讓你活下去的建議 好不好 他只是給你活下去的方法 我給你也是活下去的機會 看你要不要而已 你就幹到他怕為止 但我沒說 麻煩大家把剛剛我講的那段話 刪掉謝謝 我敵心吊膽的跟在那女人身後 當我停下腳步的同時 他也停下來 然後緩緩轉過身來 似乎在監視著我 防止我途中逃走 恐懼來自心屁不足 好啦好啦 要這樣講也可以啦 我不敢抬眼去看他 低著頭 吃力來挪動僵硬的雙腿 硬著頭皮繼續走 如果回頭會怎樣嗎 現在離開已經晚了 哇這是哪裡啊 我們還列隊歡迎你呢 你們完蛋了 Oooooõ 想幹嘛 我剛剛說今天就往旁邊走 對啊 快點有些人去看靈魂快 consider 你又乾到這個靈魂快怕 讓他再死一次 來 快過來 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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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罰曬曬曬曬曬曬�ea 快進換衣服別讓夫人等久了 你不覺得換衣服的時候有三個人一起來看 是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嗎 跟我來吧 不用 我繞路 滾 不好意思齁 這邊我比你熟齁 來拜天地了 很快就能在一起了 那我娶你以後你不會害我了吧 怎麼會呢 我們是一家人不會害你 此時突然一聲雷響 竟然雷光我才徹底看清楚他的臉 你不是應該講阿哲才徹底看清楚他的臉嗎 雖然很快按下來 但就在短短這一瞬間 他的相貌已經被牢牢激在腦海中了 紅嫩雙唇 小巧鼻子 孵弱白雪 身材很好 但略顯瘦弱 穿了一件大紅結婚旗袍 像一隻紅蝶在空氣中畫出到優美的線條 驚奇地飄動了幾下 簡直活脫脫一個景畫中走出的人氣仙齒 我似乎已經忘了他不是人 就算他是利鬼我也不會害怕 他比我媳婦不知漂亮多少杯 笑聲是那麼好聽 讓我情不知見將臉伸了過去 來長完stones後兩個丫鬟提著燈籠 把我們帶回東房 吃虫我就跟你講他只想跟你東房齁 smiling 快過來先跳太頭 我就是你們見面 cru 快 時間快過來 我們好像沒得選齁 吼吼 怎麼了 你嚇死我了 你一定累壞了 快過來 該睡囉 好蛋了 真的被他嚇一跳 那女人悠悠縮著飄到了場邊 靜靜的站在那 一動一不動 經過此次未動 她的面容開始發生了變化 眼角開始低躺著血 她張著低血的嘴 詭異的笑著 沒有眉毛沒有眼珠 但人感覺到她是在瞪著我看 等著我渾身顫抖 額頭流著汗多數著 嘖嘖 此次房間裡異常極境 潮濕地板 昏暗的燭光 隱身淒涼 她張開嘴 開始唱歌 發出細弱絲線的女聲 越來越戰悠悠 越來越淒涼 這歌聲彷彿有魔力般驅使著我 挪動生鏽般的雙腿 我的雙腿開始不受控制的 往那頭的床走去 呵呵呵呵呵呵 另一個地層 側眼近距離仔細看她 抬一頭烏黑髮亮的頭髮 在腦後 什麼成 啊 隨便啦 一劑啦 側 並 滑落幾隻 傾她薄薄耳朵上 耳根白皙的彷彿大衝的成白 此時她 緩緩扭過頭來 身體卻絲毫未動 連盲閉上眼 驚慌的顫抖起來 她慢慢地挪到身體 然後緊貼著手很冰涼 過了一會兒我才反應過來 原來緊貼著我左背的不是她的前胸 是她的背部 哇 這比餓的前胸貼後背還猛欸 哈哈哈哈 人家是餓的前胸貼後背 她只用後背當前胸在跟你貼 神經冰臉這傢伙 她鼻子碰到我臉頰是那麼冰涼 她呼嚕的氣更是冰冷是果 還帶一股腹臭味 我已經恐慌到極點 哪怕是死我也要換種死法 我準備起身就跑 可可偏偏就這時 我的身體頭腦變得很沉重 左腳完全動彈不得 有種高攻墜落時的施重感 身體內似乎有某種東西無盡流失 是被吸的陽氣嗎 哈哈哈哈 完了要進進人王了嗎 太快了吧 流失感越來越強烈 意識也越來越模糊 哇 叫你不要隨便亂做春夢齁 你看看 不知婚事了多久 身體出就有知覺 大腦沒有過多思考 只能盡快離開這裡 長翰力劍行走 不會發出腳步聲 千萬不要驚動她 好 如果驚動會怎樣 喔齁 再見 所以我們不能太靠近那裡 我已經整天聽到你可變她的臉 哈哈哈哈 這代表什麼啊 你活該 這房子只有多大啦 這房子也太大了吧 三小 前面有鬼啊 對 他剛剛好像偶爾會突然閃一下 對 沒錯 所以 代表我們這邊要借用 閃電走路 這這邊也是嗎 哇 他後面開始就變難 這邊沒事啊 哇 這房子真的不夠大 這邊有 那裡有危險之類的 然後你就習慣了 就像這樣 這個拍成電影一定很親手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他這個系列如果拍成電影應該還不錯 但是 我說真的好像目前知道 這款遊戲的人不多欸 在這裡啦 我剛剛走過 一路小跑 終於走出了這片林寺 來到一條熟悉的山路 可身後僅更正的腳步聲 人為停止 為了消失恐懼 開始請請哼歌 我的歌聲有情有細 在寂靜的山道中突然響起 反而更加增添了恐怖氣氛 自己聽了都害怕 立時停住不暢 三道中又重新恢復了安靜 只是我想起小時候 聽老人說鬼罵惡人 怕鬼的時候要大罵髒話 鬼在都不敢靠近的說法 也是我邊走邊罵 結果把能用上的髒話全部都罵過裡面 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有效 自從罵完髒話後 回家的路上 就再也聽不到神後的腳步聲 但心裡依舊很慌 一路跌跌撞到終於來到農場 回到家後 渾身痠痛到頭就睡了 一起來 那個你們家巧兒 直接瞬間 那個原地回頭 喔 這邊是怎樣啊 這兩個還是怎麼回事 你要發生什麼 自殺嗎 這麼年輕就 看什麼 一邊去 你認識他們 嗯 是我朋友 既然這樣你跟我們走一趟吧 喔對喔 他們學校這邊好像也有什麼事欸 這兩個到底是 就這些 就這些 你說 看到樓上有人 可是我們搜查過沒有人在上面 都沒騙你 而且那女生我是哪看過 你見過的是誰 一時半個想不起來 只記得在學校學生起司上見過那女的 對了 叫楊莉 只不過 不過什麼 上學期開學時 學校挖出了她的屍體 她已經死了啊 你不會說那個女孩的死 與這裡有關吧 只是 站在一旁的男警察走得過來 扶在女兒 女警察的耳邊 叫這時候什麼 看著王軒一眼 走 看我們走一趟去哪 去 去你說的那個女孩的家 王軒的跟班嗎 不知道是跟班 還是跟她作對的那幾個 所以看來這邊 這兩邊進行是吧 搞錯了 一年都沒人住 那家沒人 院子一直慌整的 怎麼會這樣 原本住了一個老婆婆 本來有一個孫子 在高中上學 不是怎麼了 還失蹤不見了 家裡就老了一個 找不到孩子 去年她是去世來 別人幫忙安葬的呢 去看看再說吧 好黑啊 能開一下手電筒嗎 這幹嘛有開跟沒開是一樣的 在開什麼玩笑 欸你們這些人 開手電筒 能不能有點誠意啊 你們手電筒是來幹嘛的啦 你那手電男人還照明 你們是來照什麼啊 真是的 這不是有人住嗎 那個老人是陽力的奶奶吧 去問問情況 那老人 這眼含冷光的凝視了我們 花白的頭髮在夜風中飄浮不定 柔絲一般滿鐵飛舞 沒像老人走進一步 就多一次恐怖 一步一步 沉重的 挪到了老人分前 各位陽力的奶奶嗎 你們什麼人找她什麼事 沒事想了解情況 是不是我孫女失蹤有下落了 她死得好可憐 肯定不會安心的 蛤 蛤 等一下 這兩句話是不是有點矛盾 孫女失蹤有下落 她死得好可憐 所以你知道你孫女死了 可以帶我們去你家看看嗎 行跟我來吧 就我一個家裡很乖 漂亮喔 能打開燈嗎 屋裡打開什麼看不到 燈壞了 老人發出的聲音忽著忽悠 不免讓女警察轉身尋找 看老人在哪 只是老人在她旁邊 黑暗中沒有眼睛發出的 陰冷光澤 始終不一定死了 對啊 可是她把兩個混在一起啊 所以代表她已經知道了喔 不知道怎麼她竟 忍不丁的戰斗了一下 感覺此時 彷彿置身於一片大霧中 什麼都看不清 到我房裡坐坐吧 我覺得她這個形容怪怪 Shit 那位老人的照片 黑布包裹著便便 毫無疑問一張遺照 照片是剛才的老人 兩個警察被這個奇怪現象 經得面面相去 不約而同的眼光轉向身邊 哪有老人的影子 已經無影無蹤了 你看有人出去了嗎 沒 真不可思議 趕快出去啊 不要再久留了 唉唷 唉唷 難得有智商喔 竟然選擇不久留喔 哇 一般人遇到這種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 喔 這是個科學聰明的時代 我們講究的是科學 喔 喔 你們剛才來就走了 為你屁事 喔 我們信奉的是科學 喔 只有科學能夠拯救我們世界 唉唷 他沒有這樣 上車吧 案子先放一放 等領導指使吧 嗯 車子啟動的時候 在倒車界看到了老人在路燈下 像他們招手 他是浮在半空裡的 根本就沒有下半身 鏡子之下 男警察油門一腳踩到底 車像離險的劍一樣射了出去 老人的影子慢慢消失在倒車鏡裡 哈哈哈哈哈哈 天佑姐也是你嗎 誰 是誰在那 嗨 李苗又要被搞事了 這人不知道又是誰要找他了 哇 魚怎麼都死掉了 水面上漂浮著許多死魚 白色的杜比放在水面上 從石板橋上 橋下緩緩流過 空氣也瀰漫著難聞的新錯位 死魚圓姑姑的白眼球 彷彿小招站在窗外吟唱的女子的眼睛 蓮花白人裡有所不盡的深男生情 苗兒 誰在叫我 人人的一陣陣迎鈴般嬉笑的聲音 有人嗎 沒有動機 聲音嗡嗡的回盪著許 我剛才喊一聲有鬼嗎 哈哈哈哈 從夢中醒來 耳邊傳來的既好聽又熟悉的聲音 哈哈 你情歌姐來啦 該起場啊 叫了那麼多人才醒 昨晚沒睡好嗎 眼前 啊 眼前琴兒姐 粉嫩 粉白 焦嫩的脖子下 往下就一道深陷的勾 即使她現在有聲音 那聖誕依舊迷人 讓我很羨慕 哈哈哈哈 喔她在講說她琴兒姐胸部很大是不是 哈哈 靠北喔 我想說你在講什麼勒 你要在看啥 眼睛都不眨一下 快起床 睡得久會變傻喔 她已經傻了 她看著你的大咪咪傻掉了 她被你的大咪咪吸引過去了啦 完了 我告訴你 李苗她如果架不出去齁 就是情而解害的 恩 恩 偶爾這風吹過 涼瘦瘦瘦 有莫名的舒適感 好的 那河里怎麼突然死那麼多魚 該不會有人投毒吧 看到很多人跑去村頭說撿魚 大家都跑來這邊撿免費的魚 是不是 怎麼死那麼多魚 不知道 你要看他們怎麼死的啊 鬆子了是不是 發臭了 好吧 看來沒有免費的可以撿 要急喔 要急喔 哪個混蛋幹的缺德是 沒關係 但是也沒問題 每天都用這裡 奇怪了 遇之夢嗎 李苗她確實有點詭異 就是 她好像可以看得到另外一個世界 而且她常常被另外一個世界的 好兄弟給攻擊 這是騷擾啦 再多撿幾條回去賽過年 天空那團烏雲也像潮水般一樣漸漸褪去 方才陰沉昏暗的天空 後來有些光亮 往過的水面上如鏡子 反射著太陽白晃晃的光芒 炙熱的光線 灑落在眼皮上 有些灼熱質感 耀眼的陽光 讓我怎麼看眼睛 身體漸漸的 像被火燒一樣 雙腿一戰 火箱斷了些的體鞋膜 撲通一聲撲倒在地 彷彿背著一塊巨石 怎麼也跑不起來 想要大喊救命 但那句話卡在喉嚨 怎麼也發不出聲 我的心裡充滿了無聲的吶喊 不動作的掙扎 我像一隻小鳥 我像一隻小泥鳥 陷入了滾燙的油鍋 已經來不及掙扎了 火焰開始吞磨身體 燒灼帶來的騰控感 非常強烈 怎麼回事 海洞啦 救人 幹 李苗真的被燒了喔 我吵 那不是形容詞喔 苗兒怎麼了 苗兒 他怎麼會這樣 趕快把他抬回去 快點 哇 說燒就燒欸 滑子 琴兒 滑子 出來啊 苗兒出事啦 出了什麼事 把他抬到屋裡 人裡自然現象 對阿 他說自然就自然欸 欸不是 欸不是 那個 這個作者到底對 到底對琴兒解釋有多喜愛 他又想要把苗兒搞死 然後讓琴兒 寄成這一切了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眼前一片漆黑 什麼也看不到 我死了嗎 再也醒不來了嗎 腦海中浮現了許多陌生的記憶 不屬於我的記憶 喔 要開始了嗎 陛下 地下 要怎麼處置這女人 是 是他們先動手的 是他們 爐子掉門 爐子很爐 你敢打我 我要讓你付出代價 給我拿下 他們先動手的 然後 縱死他 快殺這惡毒女人 不行就殺了他 豈不是便宜他了嗎 最好最後的行徑 按照刑法 幾十次都不夠 立下說要對他實行 最毒的刑法 讓一讓讓一讓 噢噢 把棺子打開 快將到活生生的裝進這個童子棺材裡 喔 喔 你就這樣把他丟出去喔 你力氣那麼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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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裡面裝來的食人蟲 好好享受吧 你這惡毒的女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 第二個運河田了嗎 我們要面對的是 中式運河田是不是